七堵區中心信仰中心慶祭公秉持七都罵 慈悲為懷苦民所苦的愛心 廟方在5月29號早上10點開始發送 2000劑快篩劑給民眾 每個人限拿兩劑共同抗議 一大早排隊人龍就綿延300公尺左右 到七堵火車站附近 這2000劑的快篩劑 是基於我們發現 在審重到處在掌握大家的問題很辛苦 馬屯旋律 我們所謂的委員 各位大家旺盛的介意下 我們來觀光這個 來代表總共馬屋 包括市議員楊秀玉、張耿輝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廉秘書張漢哲等人 都親自到現場協助廟方發送快篩劑 關心民眾 我們上次那個七堵火車站附近 發送了2000劑快篩劑 希望藉由再次掌握我們 第一我們相信還是要 照顧好治癮的健康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 我們快篩劑快篩劑 那我們去趕拉 那就是指揮發展 我們這個七堵火車站的委員 今天特別加班好來到現場 來為我們鄉親來發放 我們鄉親身體健康、平安 謝謝 肯徽在此的肯定我們 進去工的科主委 代理的所有的團隊 尤其在這個疫情嚴禁 及我們普遍的市民都需要快篩劑的時候 他能夠結合我們地方的三星人士 及信眾的賬款 來購置我們的快篩劑 來發給我們需要的民眾 我想對於快篩劑來講的話 雖然說現在工友跟私友都購買得到 但是對於這個山山不濟的四名好朋友 無疑是寫中送蕩的一個預警 所以在這邊特別的在此的感謝 我們慶濟公所有的 我們在主委帶領要的所有的信眾 他所今天發起的一些戰情 我們今天很榮濟代表蔡會長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活動 真的要對我們這邊 有些科技藥格子委員 幸運給我們做這麼好的活動 因為快篩劑現在在私底上真的是非常舒服 那也感謝我們科委員這邊 來代理我們的 我們這邊幸運給我們各位 幫忙這麼快篩劑 祝福我們各位民眾 身體要健健康平平平 消毒做好 不照大小子這樣 由於出大太陽氣溫飆高 許多民眾撐傘排隊 更有長輩老人家 乾脆一起拿著塑膠椅前來排隊 累了就坐下來休息 就是為了領取快篩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